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我跟你講 有些我們台灣的名產好吃的東西 到了國外都變了一個樣 對啊 聽說這個珍珠奶茶在英國大賣 可是喝起來好像還是有差一點水準 對…聽說那個珍珠咬完了以後 是這樣嗎 對… 還沒講完 我在加拿大吃過蚵仔煎 那時候太想念家鄉的味道 吃蚵仔煎 它那個蚵仔煎裹的全部都是太白粉 吃兩顆就飽了 對啊 這個是我們出國去看到的狀況 對不對 今天就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為什麼我們國家好吃的東西 一到別的地方就不一樣了 喔 有的好的 有的壞的 是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請到了 一出國呢 就受到萬人擁帶 超人氣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對啊 因為第一個同秀娟 歡迎 我們再嫌棄他們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來到台灣 他們就是不願意走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歡迎我們泰國來的明明 台灣人愛柏萊萍 出國就愛大嫂婆 連當地人都看傻眼 就算沒出國也瘋狂找帶狗 而近期各國有哪些必買的熱門小物 今天就跟著行男一起看個狗 有些東西我們剛剛講的 傳到國外之後反而變得更好更棒 對啊也是有這樣的例子的 日本的壽司 對對很厲害對不對 因為在日本境內壽司是很無聊的 可是傳到國外之後就變很多花樣 對啊 對 你們知道那個加州捲嗎 當然 卡拉福尼亞肉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聽清楚 您再講一遍 卡拉福尼亞肉 我之前就是有一次 我跟那個杜莉 還有那個少俠 在美國吃的這個東西 我真的從來現在到現在沒有吃過 我真的發現很好吃 然後後來我跟Fabio去澳洲 然後就是去澳洲的一個氣酒屋 看起來就是還好 它是他們的那個捲 真的很好吃 真的可以吃吃看 那很多東西 像那個加州捲跟那個Spicy tuna那些 都是美國人做的嗎 對還有一個是台灣的一個發明的也是就是 不是 台灣 is raw 有這種東西 有台灣捲 沒有就是台灣 我們像那個日本的那個 歐壽司嘛對不對 歐壽司 歐壽司 這是台灣人你們也發明的一個東西 花壽司 花壽司 你們也沒有花壽司 綜合的那種是不是 其實日本也有 但是你們就是 裡面有些東西是用台灣的東西 我覺得滿好吃的 對 有有有 它會 裡面會有那個類似菜脯還是 對 菜脯 對 比較台式的 對 霸收什麼 霸收對 台式的 其實韓國也有那個捲不是嗎 那個捲是從日本去的嗎 所以只是剛好 用海苔包飯裡面加料這樣 那明明韓國發明 那剛剛夢多講一大堆幹什麼 等一下 不一樣的東西啦 沒有意義嘛 但是壽司 他們叫做Kimba不一樣 所以你今天要介紹的是 什麼捲 就 我們一起來看看 就是我們檯面上的這個啦 這是什麼肉 加勒服嗎 加勒服嗎 加勒服 顏色很多的肉 裡面有什麼特色嗎 跟你們傳統的壽司 因為基本上 他們的加肉捲是 最重要的是 裡面有 肉梨 肉梨 肉脊肉梨 肉脊肉梨 肉梨 我們日本人不會想到 就是壽司裡面那個 加肉梨 對對對 然後還有小黃瓜還有 Tuna Tuna 這都不會在日本傳統壽司裡面 不會 Tuna會吧 Tuna就是說 沒有 基本上就是傳統的不會 就是後面 後面一點的時候 就是Tuna再放在那個壽司裡面 而且日本人吃壽司 是不是那個 像我們都會 這個芥末放在醬油裡面 不行喔 為什麼 就是比較 像這一種的 那個 如果芥末還好 如果芥末的話 就是芥末一定要 放在薩薩米上面 所以這個是 對 那這個是 花壽司 花壽司 這是日文的 台式的 這個是叫做 但是這是台式的 花不是 HANA嗎 花壽司裡面發明的這個名字 那我們基本上 這個叫做 也是 鮮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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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推薦這兩家 大家吃吃看 這個很豐富耶 而且這個剛剛那個 我們執行阿喜說 吃的時候 外面那個塑膠袋要拿掉 誰不知道 其實我知道這個顏色 在美國有些地方 把它叫做 夢露卷 夢露 對 因為它的顏色是白色 然後這裡面粉紅色的那個 這個佐料還有那個酪梨顏色 很像那個 馬力聯盟露的形象 所以叫夢露卷 哇 他們還想像力很豐富耶 對 而且有些地方是 裡面是有鮭魚 還有麥乃滋 還有蘿莉 好好吃喔 對 這個還不錯吃啊 感覺很爽口 不會像說一般的壽司 那吃起來好像乾乾的 對 因為它跟 蘿莉 蘿莉 融化之後那個 好好吃喔 滑滑的口感 你手斷掉為什麼手指還會動 我是 我是大拇指的 喔 幹大拇指 好好吃喔 這個還不錯 真的 所以就是 一開始我們在日本人去國外的時候 覺得 一定不好吃 結果吃起來 好好吃 又不一樣 日本人看不一樣的東西 很爽口 而且有點甜甜的味道 國外比較不敢吃生魚那麼多 所以它這個感覺都很好 可是你們日本人怎麼肯承認 外面做的壽司比你們好吃 因為我 以我們來的話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壽司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不關你的事 不管我的事 也就是一個很好吃的 也就是一個很好吃的 那花壽司呢 大家要不要試試看 先 用手拿 那個塑膠袋不要拿掉 要拿掉 這個很符合就是台灣人的精神 就是什麼東西都把它包在裡面 吃粗肉 對啊 原來花壽司是台灣人發明的 這個是台灣人發明的 就是 剛剛講的叫做 是日本本來就有 但是裡面你看喔 主要的是肉鬆在裡面 花壽司它是不是就很像飯糰把它切片 對 那現在 現在在日本點得到這兩個嗎 在日本的話就是 像裡面是 因為這個是台式的 裡面有那個肉鬆 如果沒有肉鬆的話 有一定會有 但是肉鬆的話 只有在台灣吃得到 你今天介紹這兩道都很好吃 對 好吃好吃 謝謝夢多 謝謝 接下來是賀少霞 他為我們介紹 然後德國的豬腳 還有德國的香腸 不是 我現在要介紹的一個 沒有人會以為是德國的東西 那是什麼 其實漢堡 漢堡 漢堡 那不是美國是嗎 不是漢堡 漢堡是 你幹嘛要搶賈斯汀的工作咧 對啊 幹嘛 等一下會介紹更好的東西 我不相信 希望是更好的 漢堡來自就是 我們漢堡是一個城市 對 據說是以前 德國人移民到美國 就是在船上也吃那些 在德國的漢堡 那時候是肉排 放在麵包裡面 那到了美國之後 美國人就是 稍微改裝 就是 所以你現在是在講真的 還在胡亂 真的 所以美國的漢堡是偷德國人的 而且是漢堡 住在漢堡的居民 帶著漢堡牌去美國 就像是 壽司其實是韓國發明的 我們不是投的啦 真相大了一個白 不然幹嘛叫漢堡咧 所以漢堡牌 是 還是整個漢堡 其實德國的漢堡不太一樣 所以美國人改的就是 把那個 拿碎肉嘛 然後還有放一些沙拉 番茄 番茄醬 所以我覺得其實美國 這個比較 好吃一點 可是比較難挑 我舉個例子 我們那時候去年去那個加州 那我想說那個加州有很多不同的 有名的漢堡店 我們就 路上 餓了 經過一家 Tommy's 我們就去Tommy's 這個名字我們Google一下 喔 好像很有名 而且他賣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 一個 摩西哥肉醬漢堡 然後 人工都很想吃漢堡 那我超級愛摩西哥料理 摩西哥肉醬 就是我非常愛的東西 我們覺得 Tommy's 好了 就這家 進去了 我就點了 他看起來 大家看一下那個照片 我看起來 墨西哥醬很多 看起來很棒耶 Juicy啊 我不知道 也許對你來講 我看了就覺得 他 不整齊 不整齊 我覺得這個肉醬 應該要在熱狗上面耶 一定要弄得像雙B轎車 那麼整齊嗎 乾乾淨淨的 結果我們咬下去 真的 難吃死的 沒有一個人吃完這個東西 他的麵包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他那個麵包就是很軟 那個肉醬 完全不辣 它完全沒有辣 它是油油的 然後完全沒有這種 番茄跟 微辣的完全沒有 因為就是 因為它的醬 那個水分太多 所以就是說 它的麵包吸它的水分 所以吃起來很軟 哦 這個是摩西哥 那我們來問一下 來自美國不怎麼樣的賈斯汀 為什麼這個漢堡會這樣 你說這個是摩西哥對不對 你說這個是摩西哥 摩西哥肉醬 那你為什麼去加州的時候 沒有吃 對 道理啊 California hamburger是哪一個 In and out算不算 算了 對啊 我們在美國不只吃了那家 很多家 結果你知道哪一家最好吃嗎 哪一家 台灣樂子餐廳的 我知道台灣吃摩西哥肉醬漢堡 我就覺得超級好吃 所以今天介紹的不是美國的 是在台灣的 哦 對 所以你覺得台灣做的這個漢堡 比美國的好吃 好吃一百倍 真的 真的好吃 那賈斯蒂你吃吃看 這也是美國人吃吃看 來來來來 請試吃 看起來就很豐富耶 這個摩西哥肉醬 真的是那種摩西哥的味道 真的喔 這個吃得還不錯 說實話是蠻好吃 但是我們那邊 其實我們美國人 我覺得在 特別是在我們家那邊 很少出門 為了吃漢堡 我們自己在外面烤那個東西 自己特製個漢堡牌就對了 對 可是 肉對韓國人來講 太厚了 所以要多一點菜的感覺 在美國 你漢堡裡面 菜比肉多 你就是 這什麼標準 你會被罵死吧 真的 哦 不可以這樣就對了 對 配的羅來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這個肉是真正的肉 跟那種麥當勞 好像塑膠的那個擦乾 很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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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敢講的你 其實我今天要幫台灣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比較 比較有 會用一些香味 像德國的東西都很無聊 就是肉跟麵包 沒有任何的香料 對 所以德國的東西都很無聊 沒錯 終於承認了 所以覺得人家有香料 就跟你的人一樣 你終於承認了 二少爺 你長大了 耶 二少爺長大了 耶 我覺得台灣的漢堡 比較好吃是因為 他真的講了調味料 加了比較 調味料 對 比較豐富的味道 調味料 調味料 烹調的方面 加了很多功夫 怎麼吃一吃香櫻跑出來 這個 漢堡是給我吃嘛對不對 給你吃啊 這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啊 哦 一樣的 哦 這整個我自己一個人吃 沒有問題 台灣好吃漢堡很多 很多 好不好 大家要好好去找 好的 今天謝謝賀少爺 謝謝 我們來看下一道是什麼 歡迎金敏哉啦 你要來給我們介紹的是 導播 我在嗎 我在嗎 在啦 在很遠的地方 我怕導播 導播開始不喜歡韓國人 因為我們贏錯了嘛 你不要怕 是真的 對 而且你剛剛講這一段 你完全沒有特寫 只有狼的 嘿嘿嘿 好 那今天介紹給你們是 其實我們韓國人最有名的 炸雞嘛 好 謝謝 耶 拿去給導播吃了 還沒講完呢 對對 炸雞 那這個呢 這個是 對我們來說 本來原本的那個炸雞 國外的炸雞 是 然後這個是我們韓國發明的韓式炸雞 韓式炸雞 那你覺得是不是覺得 國外的美國來的炸雞 比較不好吃 YES 對 沒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 因為沒有海苔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只是炸雞而已 不是 因為台國人炸雞 都喜歡吃那個涼涼的 絲絲的 對 比較喜歡鹹鹹的或者是辣辣的 有點甜甜的 對 比較重口味 可是這個就沒有什麼口味 韓國就這樣啊 所以我們也是那時候一直改良 一直改良 就是新的口味 對 雖然他失敗 可是 真的他 他試過什麼 假醬口味啊 什麼的 假醬口味 對 可是他失敗了就不重要 而且我看韓劇 就是他們 哪裡是 哪裡講的 那等重三 他們吃炸雞 一定要配蘿蔔 為什麼 對啊 因為會 因為會血膩 對啊 因為他就很重要 那為什麼把他做噴膩 你問他啊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醬油口味 醬油 醬油 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 普通的那個醬油 味噌拉麵 醬油拉麵 這個不是日本的東西 幹嘛模仿我們的東西啊 這不是我們發明的 醬油是我們日本發明的 可是 這個醬油跟你們醬油不一樣 你看 我們醬油是我們發明的 然後炸雞是甜大雞發明的 你們就是兩個都拿去 來做自己的 是啊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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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沒有很重的醬油味 對 所以不會那麼膩 有一點辣辣的 有一點辣辣的 只有這樣嗎 很像那隻拔絲地瓜的感覺 它的那個外皮 拔絲地瓜 而且我最厲害的是說 我們現在吃的是冷的 對 可是老師說我覺得 這真的不能說是韓國的發明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國以前的甜酸肉 Swing sour pork 就是這樣做法 就是把肉炸好 就是把它沾一點醬汁 擴在一起 醬素排骨 但是廠出排骨是蕃茄醬做的啊 不是嗎 它裡面會有蕃茄醬 Swing and sour 對 因為我們也試過炸醬 可是不好 對啊 沒有試過 超方便 你們韓國有把炸雞發揚光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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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要哪一個國家咧 對 其實有一些美食啊 到了台灣來以後 其實也不一樣了 對不對 對 你說台灣的口味改良過了是不是 對不對 對 是 就這個啊 月亮蝦餅 對 你知道嗎 你們去泰國餐廳點菜的時候 有這一道嗎 很少 其實我們泰國人很少會吃 會特別去餐廳吃 然後其實在餐廳也不太會有這個東西 搞半天 對 對啊 但還有其他的料理嗎 其他什麼打拋豬那些 那個什麼 什麼 綠咖哩雞啊 那些是嗎 那些是 但是打拋豬在泰國很便宜耶 你可以 就 一大盤 打拋豬大概沒有超過五十五台幣 五十塊 什麼便宜啊 在這裡我就 這麼對 隨便耶 你要兩三百塊 對啊 對啊 贏到 那個送央貢 是不是打拋豬肉 其實在泰國比較像我們台灣的滷肉飯的感覺 那個是比較便宜 比較傳統的東西 平價美食 對 是 就可以每天 真相大的一個白耶 原來月亮蝦餅是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對 他還弄成月亮耶 他還不弄太陽蝦餅耶 你幼稚囉 因為有太陽餅 謝謝 原來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傳來台灣變更好的 有 我覺得像美式的披薩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 因為西美東我都住過 所以像紐約那邊的披薩 跟加州我都吃過 那我覺得美國的披薩他們重要 他們喜歡原味 比如說那個啤酒 比較義式的感覺 那個義式的臘腸 然後起司要非常多 然後最好是很大片這樣子 然後吃的時候一定要牽絲 所以我吃慣了這種披薩 到台灣來以後 那有一次那時候 我跟我老婆還沒結婚 他點了那個必勝客的披薩 然後就 他在點的時候就問我要什麼樣的口味 我說就 就點那個美式的啊 就是有披薩 就他說好 那他點一個特別的 然後送來的時候 我打開一看 是 日式章魚燒 就是很特別 然後他也有 他後來還可以點一半嘛 一半是日式上一半 對 另外一半是什麼 法式白醬 但是我剛剛講那些 在美國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口味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 不會啊 不好吃 Sasha 哪裡不好吃 不好吃 我覺得為什麼 披薩上要放那個美乃滋 真的好奇怪喔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們兩個手機在嗎 接一下T-Sasha的電話吧 我跟你講 如果你把台灣的Piece 拿到美國去 你會被打 後來知道你是台灣 那怎麼樣啊 對啊 對啊 你真的沒辦法如今隨時耶 你回去美國啊 對啊 如今隨時耶 你回去日準耶 我沒有抱怨啊 台灣很棒啊 聽起來好像是美國人 比較不容易接受東南亞的東西 但是我今天要講一個 這個東西 推薦一個這樣的 那我超愛的 對 用在美國超紅 這個我也很喜歡 你哪裡買到那麼小尺寸的啊 對 他們特別去買 因為它有大的尺寸嘛 這個公雞排 Sasha 超好吃 我們在美國當時是 放在那個 越南河 對 河上面的 然後慢慢我發現 這幾年呢 他們連美國的太空人 都把它帶到太空站去 然後他們會把它放在披薩上面 把它放在熱狗上面 把這個標誌放在他們T-Shirt上面 就代表說非常好 然後一開始我以為這是 這是東南亞國家的 比如說中國大陸 或是越南或泰國的 不是嗎 可是我仔細看 這是在美國自己生產的 所以美國人生產的東南亞產品 它是一個越南華僑住在美國 對 他住在美國以後 他就憑他自己的記憶 他以前的家人 所做的這個Sasha醬的樣子 然後做了出來 就沒想到大受歡迎 我們覺得就是泰國的辣椒醬啊 對不對 應該是泰國的 因為你知道Sasha是什麼 從哪裡來嗎 這是泰國的一個地方 小城市 小城市 就是這個是越南人 對 他做然後是在美國 對 生產 生產 好奇怪耶 因為Mondo也說他是日本做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泰國的 對 對耶 很好啊 這樣我們懂了 這樣懂了 泰國很好有什麼意見嗎 我沒有什麼意見啊 很好啊 沒關係 講大聲一點嘛 很好啊 哥 我25年在西班牙 我吃過最好的泰國是在台灣 你們在台灣會把我們的東西進化 對 像你們的那個 竹血糕嘛 也是我們西班牙人發明的 真的假的 竹血糕 怎麼可能 我從小在西班牙有那個 雪腸 那個 Black Poutine 不是 香腸 可是英國也有 類似竹血糕的東西 那個韓國也有血腸啊 對啊 有 你真的不好說 要承認台灣人的那個在地化是很厲害 因為我是也覺得西班牙的血腸很難吃 但是我到台灣的夜市吃到那個 加花生粉的那個竹血糕 真的很好吃 那你覺得如果豬血糕像台灣這種的 到西班牙去賣 會不會受歡迎 應該不會 他們吃怪他們的口味了 吃過的早餐也有這個啊 那是什麼 血腸啊 他們是糯米然後加動物的血腸 對啊 這是血腸 吃起來什麼味道 吃起來就是很乾的豬血糕 然後很乾乾的豬血糕 了解 我覺得是乾一點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有一樣東西 那個義大利的義大利麵 我覺得它到日本變很好吃耶 日本的東西就是基本上那個 美國菜 意大利菜就是那個 台灣菜就是變得都滿好吃的 台灣菜還好 對 台灣菜還好 但是就是中國菜也很好吃啊 中華料理 對 然後那個美國菜 比如說漢堡什麼的就是不會吃給美國 真的很好吃啊 真的 可是你們 你白 你是白吃白喝還 那金平在你賣的那個雞蛋糕呢 對 雖然我做的雞蛋糕 可是 那個就是真的好吃 因為 自己講 對 我當然從韓國帶過的嘛 韓國正統的口味 可是來這邊當然改良過 為什麼你說那都是韓國正統口味 可是我們去韓國街上都沒看過耶 對啊 很多人說沒看過 或者是很多人說 那個吃韓國的之後 大家都說 在韓國賣的比較不好吃 我賣的比較好吃 所以正統的雞蛋糕 所以真的有一些客人 他說有一個從台北來的客人 他每一年都去韓國玩 可是他說他不要去韓國 來台中找我就好 所以你現在是趁機在拉廣告 對嘛 所以正統的雞蛋糕是什麼 是像我們一般印象中小時候吃的那種雞蛋糕 對 是那樣的 然後裡面包一顆蛋 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當然那個麵糊啊 或者是裡面加東西有一點 韓國沒有的 比如說韓國沒有加起司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很喜歡吃起司 所以加起司 或者是加胡椒粉之類的 所以說得簡單一點 就是說一個韓國人 就是感覺是一點點騙台灣人 說從韓國來的 但是就是賣的是 在韓國沒有的賣的東西 在台灣賣 改良過程 改良過程 韓國人都這樣做啊 菁敏在你下次可不可以 再起蛋糕給我們吃啊 對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你們給我通告 多一遍就好 那沒關係我們去台中吃好了 他不只得罪導播了 他得罪所有人 有些像我們那個珍珠奶茶 誰沒吃過珍珠奶茶 對 可是到英國好像一杯賣很貴耶 我女兒去英國的時候 就想要喝一下 結果是六塊到八塊英鎊 所以加起來應該有兩百多 兩三百塊 一杯兩三百塊 對 英國有那個日出茶汰 真的喔 對 然後一杯要八塊 八塊英鎊 八塊英鎊 很恐怖 然後像台灣我們 我很喜歡吃台灣的那個 你家那邊通話街 那個掛包 很有名 很有名 對 然後那個掛包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你知道嗎 後來前陣子 我就看到我朋友 傳一個訊息給我 他說 有台灣人在英國開掛包店 每天大排長龍 然後生意超級好的 這家啊 叫包啊 對 然後他除了賣掛包 這包大哥開的是不是 不是 掛包的包 他是台灣的年輕人開的喔 他是台灣的年輕人開的 真的喔 對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小孩 好酷喔 然後他也是就是 真的 你的面好廣喔 沒有 他會改良很多種口味的掛包 不是只是傳統的乳味而已 他可能會改變很多的口味 然後他裡面還有賣台灣的一些小吃 比如說麵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每天都每一年 都大排長龍 他已經開了三四年了 然後而且他會有一個套餐 台灣啤酒耶 哇 台灣啤酒 對 就是掛包加那個台灣啤酒 台灣啤酒 好酷喔 就是一個set這樣子 讓台灣人跟外國人 都可以享受到那個台灣的美食 台灣之光耶 真的是台灣之光 所以講真的 你就說英國真的接受度比較高 對 很多食物在英國都還滿受歡迎 是 因為英國自己的食物太難吃了 對 真的 真的 你看我們台灣掛包一個賣多少錢 65吧 65塊吧 他這個應該要一兩百 650 好 什麼650 不只 對 他說是一個set 你看看那個珍珠奶茶就要6塊英鎊 對啊 帥 台灣之光 我有這個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吃的 這個是泰國 你看每個人都知道耶 小老闆 這在泰國很便宜嗎 很便宜 我們這些小老闆跟魷魚片 這些都很普通 那魷魚片真的好吃 小朋友去買 就是比較很普通很便宜的 零食 然後到台灣以後 就在這裡賣價格大概兩三倍 對 可是我們現在去泰國 如果去買的話 是不是因為賣給觀光客 價錢也會比較高 沒有沒有 不可以 因為是法律 對 因為他們都是大公司 所以會 現在會看到很多台灣人 去泰國 去那個大的百貨公司 大賣茶 然後有多少就搬多少 全部掃光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去都是掃台 這小孩很愛吃耶 有時候我想去買吃 其實我們泰國人沒有那麼愛吃 沒有常常 沒有像你們這麼愛吃 真的喔 我要去買吃 一包兩包都沒了 那小老闆這個牌子在泰國 是有名的牌子嗎 有名啦 還拍成電影 對 是 小老闆 所以我們電影看得到小老闆本人喔 不是 他把他傳奇的故事 拍成那個傳記的電影 這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日本的海苔 就只能拿來包壽司 但是不好吃 對啊 無聊 韓國的拿起來太油 對 台灣的又太乾 對 好好吃喔 很順口啊 沒有 這我第一次吃到 所以你現在手上吃 拿那個超好吃的 超好吃 超下酒的 真的 我們怎麼沒有一個set 對啊 真的不錯 所以兩三倍的價錢 在泰國買 你們吃了海苔覺得怎麼樣 其實很好吃耶 因為那個 它其實比日本的比較厚一點 而且它上面的香料蠻香的 因為 而且跟海苔不會打起來 因為就是那個海苔的本身 味道已經夠強 那就是如果 有些那個香料 如果不適合的話 不好吃 但是它不會打起來很好吃 不會吃 而且很順口 是不是比韓國的好吃嗎 其實韓國人 幾乎都喜歡吃海苔 所以蠻多人會接受 可是 我 不要講這麼快話 對 那不要講好了 為什麼韓國的海苔都要這麼油 這麼油嗎 因為我們放香油 香油 比較香 對 比較沒有那個海鮮的味道 那你們吃得慣這個 我蠻喜歡吃這個 蠻好吃的 其實真的很好吃 它也是有炸過 可是它一點都不油 對 好吃耶 了解 德國呢 德國有什麼東西 我是覺得一個很奇怪的點 台灣人好像很愛在國外的東西炸錢 但是 其實那些東西台灣命名就有 你根本不需要買國外 比方說 這個東西 我的好油 我最愛的白鱗油 我最愛的白鱗油 看到就抓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學同學 第一次給我看這個東西 我說 德國的 你怎麼有這個 他說 這個很好耶 你看到一定要買 我說多少錢 這個好像 400塊 不便宜 這樣就400塊 400塊 我覺得 400塊 你看這個名字上面寫什麼 如果你們仔細看 中國油 上面就寫什麼 我想說這個東西 跟綠油精有什麼差別 不是啊 這不是德國的牌子嗎 是對 是德國的牌子 可是 你們明明就在台灣賣 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牌子不一樣而已啊 那你知道這個在德國 內容物有差不多的 這個在德國賣150塊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那台灣的三倍的價錢 我覺得很離譜 因為你們在當地 就買得到台灣的牌子 台灣的牌子 沒有 以前沒有的 以前這個百靈油 是那個便利商店 或者是那個 沒有 我說對百靈油 可是綠油精 或是台灣其他的牌子 你知道它有另外一點是怎樣 它可以吃 那其他的都不能吃 不能吃 綠油精你吃看看 這個你真的會吃喔 我真的會吃 可是德國人不會 我喉嚨在痛的時候 我會點到喉嚨裡面 超舒服的 可以治什麼喉嚨痛 可以治肚子痛 都可以治這樣 你們德國人自己用嗎 會啊 但是就是我們 比方說感冒 我們會滴在那個水裡面 熱水裡面 然後呼吸這樣子 喔 對 但是我們 我們這個 在德國是一個很普通的東西 可是你剛剛說的 它是 名字叫中國油 為什麼叫China Oil 上面這個瓶子上面寫 對啊 你們要仔細看嗎 有有有 它是不同的牌子啊 是不是 那要是 那為什麼寫China Oil呢 我有一點懷疑 是不是 這個本來就不是 德國 德國的東西嘛 可能是台灣或是中國的東西 然後掛上德國的東西 在德國有賣 可是在德國有賣很便宜 你們覺得 我應該要買德國的 可是你們其實在這邊 就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瓶子長得不一樣而已 所以 真的假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德國的成分 中國 台灣 一定百分之百都有 我一直也覺得它是德國之光 我一直也覺得它是德國之光 我會把它講成這樣 國價不一樣 而且成分都一模一樣 上翔 不好意思 上翔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真的好浪費錢耶 他可能要先接一下必勝客 他好多位接來電喔 在韓國其實 我們像英國一樣 我們沒有奶茶 所以那個 有一個品牌 英國有奶茶吧 英國 他說韓國沒有奶茶 韓國沒有 所以 同一個一樣的品牌 來韓國 開到韓國去了 你們可以看價錢 在韓國賣的 5400塊 那是多少錢 台幣150多 150 完全 在台灣 可以買兩杯三杯 30塊 40塊 3040塊而已 可是在韓國150塊 超貴的 對啊 因為它要淨原料啊 而且我們要賺你們錢啊 對啊 所以我們韓國人來台灣的話 我們都會買這個 當 可是沒有珍珠啊 可是我們也沒有奶茶 對我們來說 奶茶是有點高級的東西 這個真的賣掉 真的假的 這個牌子 很喜歡當那個班碩李 所以我 我弟弟三個禮拜回去韓國了 他買了這罐 他怎麼沒有帶你回去 這個不是日本的 這個 台灣發明的啊 台灣茶喔 對 這是台灣茶喔 這個是 玫瑰 玫瑰奶茶 玫瑰 這是新口味的 這個超紅耶 超紅的 對啊 我上次看你在那個網路上面炫富之後 很多人都買不到啊 對對對 所以我 我弟弟也是回去的時候 好像買十幾瓶耶 買很多帶回去喔 對對對 因為韓國沒有這個口味 而且這個飲料 在韓國很紅現在 真的啊 真的假的 大家可以喝看看 等一下每個人交一百塊給我 喝 喝 這個在泰國現在也很紅耶 很流行 我剛剛我弟弟來找我 就跑 就是 跟 跟一團朋友 然後就分 每一個人去每一家 然後就賣 掃這個東西 對 回去 因為我弟弟在 在工作的地方都說 你要買 回來給我 這樣子 買這個回去啊 他怎麼知道這個 就 在網路的時候 現在知道喔 這個 其實我們叫這個是 化妝品飲料 化妝品飲料 對 看起來化妝品啊 化妝品 所以有一些 就越喝越漂亮的意思嗎 對 會不會我們一直講 你們都買這個 觀眾一直在笑我們 對 結果我們不知道 對 我想知道說 這一瓶賣多少錢 因為我沒有買過 你說台幣喔 對啊 我沒有在台灣買過 28塊 真的假的 對 30塊左右 對 這麼便宜 在韓國 60 70 60 78 所以我們可以帶這個去韓國賣喔 對啊 可以啊 這個小泡芙也紅到韓國去 為什麼 因為我看那個網路上有一篇新聞是 現在在韓國只要掛上食物是 他們就會瘋狂的想要去搶購 真的嗎 真的啊 還有這個小泡芙他們為了 真的嗎 你啊 真的嗎 其實你們默默的在愛著我們 你們為什麼不講 他還做了一個很高級的包裝 但是內容物就是這個小泡芙 改包裝了 真的耶 對 對 他現在有這麼多口味喔 我想吃吃看檸檬的耶 檸檬的在這邊 對 檸檬的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還有雞蛋布丁口味 檸檬的好吃 檸檬沒有吃過耶 檸檬好吃喔 對啊 檸檬好好吃喔 好醉耶 對啊 我有真的有點嚇到真的好吃耶 很好吃喔 這便利商店有檸檬的嗎 我沒看過耶 我沒看過耶 大賣場才會有 好的 便利商店就是巧克力跟牛奶 比較多 所以現在知道了 雞蛋布丁的好濃喔 濃厚 這樣 這個也好吃嗎 喔 真的耶 哇 好好吃 檸檬的超好吃的耶 檸檬的超好吃的耶 你是誰 我女兒 我女兒好喜歡吃小泡芙喔 了解 所以去韓國可以帶很多東西去啦 對 可以跟他們交流一下啦 夢多那日本有什麼好聊的嗎 最近 因為就是到去年那個吹風機啊 還有什麼的 對 有的東西對不對 對 那是去年的 今年是什麼 很奇怪 因為我這一次那個 回日本外親的時候 GINO還特別打電話給我 嘿嘿 他叫我賣牙膏耶 喔 台灣不是已經有黑人牙膏性點厲害嗎 那你就掛他電話啊 沒有他說就是 這個牙膏 對我們日本人的話 這個就是 大家都會買的 到藥妝店 沒有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人就是很愛買這個東西 我們也對日本人的話 隨便就有了 但是他覺得 我發現這就是你們日本人的陰謀 你們日本人定期會炒作一些 可能在本國賣不出去的 然後就把這消息放來台灣 包裝包得很漂亮 然後台灣人去日本的時候 就會狂買這一些 不是喔 然後他們就在背後說 哈哈 不是喔 我沒那麼好換 不是 這有什麼特色嗎 他說 這個是牙子變很白 喔 是哪一管牙膏刷起來會變很黑 那你試試看 你摸你皮膚上會不會變白 那還有問題是 他上面學就是那個 上面是日文你看得懂嗎 沒人講看得懂 所以日本人有在用這牌子嗎 有有 還是會有 可是這個台灣也有賣啊 對啊 現在也有賣啊 他的意思是就是 GINO也是啊 就是在那裡有問題 可是是不是比較貴呢 台灣賣 對啦 但是問題是他拜託我還是 我少個時間買東西回來 OK 這個覺得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是這個 牙膏好用喔 羊魚片 GINO 對 這個是那個 蠟油 蠟油味道羊魚片 然後 蠟油 蠟油 因為日本很厲害是 他們是那個 時間限定的 這個只有上個月會出 然後 這一次那個 要拜託我 蠟油 買那個 他也是有問題的 真的 他很漂亮 對 香菜口味 香 香草口味 香菜口味 日本人吃香菜 你看 我為了他去便利商店 還拍對 買這個 一包 你看他去日本那麼多趟回來 都沒有帶過東西給我們 你下次幫我買那個 日本的魷魚區 會 我去日本你們找到 我就會幫你們買 所以你都不接電話嗎 對 沒錯 OK 所以這個 香菜口味啦 他剛剛講 日本很多這種限定版的洋芋片 對 現在就是這個 蠟油口味 還有就是那個 地方限定像 九州限定 那名台之味啊 什麼都有 對啊 然後還有 這個賣片也是 比較紅的是這個賣片 他就是有一個 之前是紅色包裝 對 我是買紅色包裝的 對 有什麼特別 超級好吃 他是他的 我到底請你來幹嘛 沒有 重點是那個 因為台灣沒有賣 台灣買不到 台灣買不到 這個一樣的啦 其實一樣的 這個特色是不一樣 他是 那個 水果補片是不是 所以女孩子喜歡啦 非常好吃 這個也是 像日本 沖繩的那個 紅薑黃也是啊 對 之前很夯耶 超夯的 就是 紅薑黃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但是傳到台灣來 台灣又把它就是 發揚光大 變成台灣現在超紅的東西 對 但我會知道的原因是因為 去年年底 就是很多朋友聚會 就喝多了 你酒量那麼差 很差 你應該見識過啊 對啊 對啊 就是 酒量不好 然後隔天起床之後覺得 頭痛不舒服怎麼樣 然後我朋友就給我吃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介紹很多次了 這個家庭賣得很好啊 對啊 就是吃完之後 家庭必備吧 對 不舒服的問題就會 改善很多 就是加速你的代謝 而且它這個不是不只紅薑黃耶 這還有額茶素不是嗎 這個是新版的 對 額茶素 上面有寫額茶素 我吃了喔 我不客氣的喔 因為我本身也會吃的 因為 因為我覺得我的新陳代謝會變 年紀大而變比較慢 而且常常會有素變的問題 所以我就會吃這個東西 對 它加了這個額茶素的功能是 因為我們不是很常喝什麼 無糖綠茶 讓你說我幫你油切或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 而且我喝了很多綠茶 就是它頂多讓你肚子咕嚕咕嚕而已 但是我吃了這個是真的會餓便便 OK 其實薑黃在日本很多人喜歡用 這是一顆一顆的嘛 然後就是日本是還有變成飲料 然後薑黃 它有分薑黃跟紅薑黃 紅薑黃是又更高鮮 就是吃了會幫你體內環保 而且促進你的那個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運動前也可以吃 對 我會注意到它是因為它有那個額茶素 你知道外面單買額茶素有夠貴 超貴的 超貴的啊 所以我覺得它把這兩個東西 攪拌起來不錯 對啊 而且紅薑黃它是 脂溶性 就一般我們女生減肥會吃什麼減肥 它一定規定你一定要餐前吃 或是什麼時候吃 但是這個它就是很健康的東西 你想到你就吃 就你不一定要說 我忘記吃了怎麼辦怎麼辦 你就想到吃吃吃飯吃吃 你就吃個幾顆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吃這個 你不是在運動嗎 對啊 你運動不是都在喝豆漿嗎 會啊 我跟你講豆漿配這個 高鐵掛Turbo 豆漿配這個 豆漿配這個 無糖豆漿 因為豆漿裡面有一點油脂 它是脂溶性的 所以你運動前 喝無糖豆漿吃這個 你運動完你會超級大爆汗 真的喔 真的 我來試試看 那賈斯汀呢 其實我之前有那個 便秘的問題是不是 對 看得出來 我以為只有女生會耶 臉色就好像變胖了 好像變胖了 有嗎 沒有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 因此習慣不太好了 然後就是偶爾會吃便利商店的東西 然後就是會便秘啦 我那時候便差不多一個多禮拜 然後就終於可以上廁所之後 我記得我的室友在外面拍手 他們都很開心 太感人了 那個你 你來電便利商店找你 我沒有說哪一個喔 OK 到底有這麼少人 要打電話進來 好啦 我覺得男生也會便秘 不要小退 對 這個是要日常保養的 每天都要吃 尤其是那個出外景的時候 對 對 住外面的時候 美食節目的外景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真的 不要以為說 哇很開心喔 從頭吃到尾 有的是從頭拉到尾 對 而且你一整天錄影都在吃 你也不可能說 等一下我中間我去運個洞 冷的熱的甜的鹹的一起吃 全都要吃 這時候就沒辦法 就會空檔的時候 我就會吞這個 難怪我剛剛去外景的時候 很厲害喔 他就是本來是大胃丸 然後我們去東京外景嘛 是 那從早上到晚 吃到晚上喔 而且我吃一兩個都不吃嘛 他連你都吃 連你都吃 連我的東西 不是 連你的東西也吃 連我的東西 你還往下吃 連你的食物都吃 連我的食物都吃 對 因為你那個知識 連我的東西他也吃 沒有 他還那麼瘦 對 而且也可以分給就是工作人員 大家一起吃啊 我覺得很適合佩德羅 因為他那麼壯 一定要維持身體 身材啊 我們練雞肉 其實我們是最掙扎 看到美食的時候 就是知道會犧牲 我們練得那麼辛苦的腹肌啊 我們吃一個大餐 就失去了那個 就腹肌躲起來了 所以你要為了一個大餐 他害羞 不好意思躲去哪裡 他害羞躲起來 我們在這裡 哪裡 哪裡 我看不到在哪裡 他剛剛在對你拋媚眼耶 怎麼會這樣 好像有一點點抖動 我來錄影 要抖住啦 我來錄影之前都不吃東西 就萬一要肉的話 但是我等一下 不在乎 我們談話性節目是為什麼會萬一要肉 對啊 怎麼會講到那裡呢 我現在吃到這個之後 我都不喝那就是那什麼油切綠茶 因為喝太多隔天會水腫 我現在都改吃這個 再加上薑黃代謝兩個混合在一起 真的 雙管齊下 真的 而且我記得之前就是在日本 日本人吃很鹹的東西嘛 就是拉麵線嘛 然後其實就是 吃的 吃完這個是不太會水腫 不過你剛剛講說那個運動前吃 可以試試看 對 我也想試 我最近也推薦我媽吃 因為最近我媽就是生日快到了 所以我要大家去吃大餐 然後她因為年紀是非常的已經有了 然後她又沒有在運動 然後她就說那你這樣帶我去吃大餐 那我變胖了怎麼辦 我這一集介紹下來了 對 那麼多的世界美食有沒有 也知道說原來這個地方是出產那個國家 原來這個地方是出產這個地方 對 搞了半天原來韓國人都說是他們發明的 對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你等一下回去就趕快嗑個一瓶啦 一瓶整個給它吃光光 有沒有 整瓶給它夾下去 夾下去 用菜瓶就對了 你就不會膩了 你看到我就永遠不膩了 我看到你可能不會膩 我看到你會想死 好 那今天介紹的各國美食 請供大家參考 對 那有空也多多去做一下功課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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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